就在火星一种大部队忙着建设三栋奇观建筑的时候 他们的精神领袖一星大帝 被人类的战士一万打死后带走了 一万将一星的尸体带到了俄国的实验室中 技术人员将一星的头和身体分离 分别放在两台仪器上进行扫描 斯米莱斯总统在旁边亲自盯着 他也想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结果在扫描结果没出来之前 奇迹就先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失去头的一星身体突然从核磁机器上坐了起来 一把捏爆了旁边一个女研究员的头 这一幕吓坏了在场的其他研究员 却让为首的眼镜博士兴奋不已 眼镜博士从小就很喜欢研究昆虫 他曾经在电脑上看到过一个实验 把鹅蛹砍成两半 只要用一根管子将两半鹅蛹连接起来 保证荷尔蒙能够顺利流通 在这种情况下 两半被切开的鹅蛹依然都能语化成鹅 在用年的眼镜博士眼里 这实验简直太酷太神奇了 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昆虫方向的研究 也觉得研究火星一种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那无头的身体在屋子里大开杀戒 其他人恐慌逃窜 眼镜博士却兴奋一场地盯着屏幕上的扫描结果 觉得这个躯体的身上所有东西都趋近于完美 因为生理原因只会火星一种肌肉运动的 是它们食道下神经节和胸部神经节 因此这两个地方是火星一种最大的弱点 一旦这里受伤 那身体就无法动弹了 可是一星大地将其他蟑螂的神经节 移植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因此它全身几乎每个部位都有一个神经节 对于蟑螂这种没有感觉的生物 做手术的不会觉得残忍 极固神经节的 也并不觉得自己可怜 因为它们的世界观十分简单 那就是做最正确的事情 打造出完美的一具蟑螂身体 然后这身体在下一秒 就将两眼放光的眼镜博士头骨一拳击碎 鲜血四剑 脑浆崩裂 连眼珠子都飞出来了 红的白的沾满了一星的身体 但它丝毫不在意 静止按照本能 顺着墙面飞奔 为了防止自己走错路 还将左手贴在墙面上 这样就可以一直向左跑 就算看不到路 也不会原地转圈了 一旦发现有人类在附近出现 一旦会顺手将人类杀死 无头的身体在走廊里快速奔驰 引发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而那些声音又纷纷戛然而止 因为那些研究员刚刚开口 头就已经被一星的身体击碎了 一星的身体 就是这样冲到了头颅所在的房间 虽然没有眼睛 但对于身体器官的天然感应 让一星准确找到了头颅的位置 他向着头颅发起冲锋 一旦看在眼里脑子飞速转动 一开始 他以为一星的目标是斯密莱斯总统 可随后就意识到 他应该是想拿回自己的头 但是无论如何 斯密莱斯总统都首当其冲 一旦想过去救援 却已经来不及人为变态了 不过想不到的是 斯密莱斯以超乎常人的反应速度 躲过了一星风针的攻击 一星也不恋战 直接冲到了自己头颅前面 双手捧起头 就向我身上安 现在头部的扫描 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 眼看就要解开火星一种的谜团 斯密莱斯不愿意前攻进气 他冲上去一招倒挂金钩 脚直接勾住一星脖子的横断面 在他拼命往后拉 一星失去平衡后 两枪几步 斯密莱斯趁机挥出一拳 正中一星坚实的胸肌 饶使一星强壮有力 也被斯密莱斯打得退后数步 现在距离扫描结束还有40秒 30秒 20秒 斯密莱斯用手紧紧抓住 一星断掉的脖子 用力往身前一旦 随后一个袭击 重重顶在一星胸口的伤口上 一星身体一瞬间瘫软 但手还是挣扎地抓住 斯密莱斯身上的衣服 但衣服都被撕得粉碎 随后才身体软绵绵地 靠在墙角等待恢复 斯密莱斯的衣服被撕碎 露出光露的上身 那一身腱子肉 不输给任何战士 斯密莱斯站在一星面前 充满压迫感 不要太小瞧人类 你以为 我是一个普通总统吗 虽然我不是牛顿家族的变态 可你真认为 我没办法把你一个 眉头的身体打烂吗 说着 斯密莱斯总统给 伊万下达指令 让他从一星脖子上的大孔洞 注入十倍量的毒液 伊万此时已经开启人为变态 他抬手射出藤蔓 直击一星的躯体 距离扫描结束 还有十秒钟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安安静静 接受扫描的一星头颅 突然睁开了眼睛 原本死气沉沉的 双眼中迸发出金光 他张大嘴 用下额作为支点 整颗头颅猛地弹了起来 带着一脑袋的仪器管线 飞在空中 还一口咬住了伊万 射向自己躯体的藤蔓 伊万和斯密莱斯 都来不及反应 一星的手 就抓住了自己飞来的头颅 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按在了 空荡荡的脖子上 虽然方向装反了 却依然瞬间 激活了身体的任督二脉 一星站起来 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立刻就适应了 这颗反过来的头颅 他脸上露出了 昔日自信的笑容 有了头颅的帮助 一星大姐的攻击 更加快速和文尊狠 他用大雀风的毒针 刺向斯密莱斯 就在斯密莱斯躲闪的时候 一星虚晃一招 抓住空中伊万 飞过来的两个藤蔓 还抓住藤蔓用力一扯 伊万身体不受控制的 扑向一星 眼看就要撞在 大雀风的毒针上了 前军一发之际 斯密莱斯竟然用自己的身体 挡在了伊万的前面 那根粗装的伪真 刺穿了斯密莱斯的胸膛 夺壳了斯密莱斯 省命保护 伊万才逃出生天 他用力一扯 拉断了手中的藤蔓 随后催动毒液 灌入到手中的注射装置上 而这时候 一星大帝也趁机 将头颅扭转了180度 现在他的头 已经是正常方向了 看到这里也是想要吐槽 怎么死掉之后的一星 像是塞亚人一样升级了吗 怎么一下变猛了呀 一星这时想拔出 大雀风伪真 继续攻击伊万 请不料伪真 将如托汗死在 斯密莱斯的体内 根本拔不出来 斯密莱斯用自己 抄前的肌肉 牢牢将伪真固定住了 而伊万也趁此机会 挥出左拳 拳头上的注射装置 已经灌满毒液 只要接触到一星的身体 他就会浑身麻痹 进入幻境当中 一星尝过 伊万毒液的厉害 自然不敢拖大 以此用力震断了 大雀风伪真 抽出手臂 转身撞破墙壁 逃之夭夭 此时斯密莱斯的力量 也终于用尽 他晃了话 稍后倒去 伊万赶紧在背后 将人服辱 他声音颤抖着问斯密莱斯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徒手 给一星大地 打到这个地步呀 根据宇航局的 机密资料显示 在手术前的战斗训练中 能徒手与火星 一种对战的 只有之间伊朗 米歇尔和阿希莫夫 然后就是火星战力榜 绑署的天才战士乔瑟夫 以及日本的王牌 燃使龙大 全球应该也只有 这五个人能做到 然而伊万刚才亲眼 目睹了斯密莱斯的战斗 他的敌人 虽然是受伤的一星大地 但斯密莱斯明显略胜一筹 甚至可以说 斯密莱斯只差一步 就能打赢一星大地了 要不是为了救他 斯密莱斯也不会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 斯密莱斯十分虚弱地笑了 他说伊万呢 这就是你想问 总统的最后一个问题吗 可是伊万想问的 其实并不是这个问题 他不明白 无论从政治价值 还是身体素质 斯密莱斯都比他强百倍 这样一个强大的人 为何要舍命救他呢 斯密莱斯却淡然表示 战争需要更年轻的战士 所以伊万活着 远比他自己活着更有意义 斯密莱斯吐出最后一口气 一缕幽魂飘散 一代英雄的总统 就此陨落 另一边 长老们还在战据的岛上 完成了那些奇观建筑 在建筑中的一个圆形的水坛上 碧波荡漾 碧波下方出现了一条鲸鱼的影子 成百上千只蟑螂 骑刷刷站在水坛周围 一脸肃目地看着 鲸鱼蟑螂缓缓浮出水面 他的大嘴张开 一星大地 从鲸鱼蟑螂的大嘴中走了出来 也是没想到 一星竟然这么快 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中 现在一星的胸口还有一个大洞 手上的大雀风伪针也断了 可这并不影响他 依然是蟑螂们的精神领袖 有两个手下赶紧奉上了柔软的布巾 迎接领袖的回归 美军基地里 情报兵们则是一筹莫展 他们眼睛紧静着雷达 却根本发现不了蟑螂的异动 因为蟑螂们现在学会了隐藏行踪 他们很有可能是从海底悄悄转移 可是首领将军并不相信 凭借他们美军先进的军用设备 就连在亚马逊大森林里 到处偷东西的山老鼠 都能数清楚老鼠脸上有几根胡子 现在既然完全看不出蟑螂的行动 这可能吗 但事实就是这样 蟑螂们的建筑高达数百米 每一层用的材质与形状都不一样 显然 他们已经知道雷达的原理是电波反射 所以为了躲过雷达的探测 才故意这样建设的 要不是蟑螂们故意放松警惕 对外展示了那些活着的人质 美军就算使用浑身解数 也很难查到有人类被关在蟑螂的基地中 现在陆地上的美军毫无办法 在水底 美军也一无所获 潜艇能靠近的范围 摄像机什么都拍不清楚 而且海底也有大量的噪音干扰雷达 这让人类对蟑螂更加不知所措 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四肢发达 通道简单的怪物 可现在看来 蟑螂们的智商完全不输给人类 尤其是路尔岛上 还有设备精良的美军基地 这足以让人类军队在行动的时候 投鼠忌气 现在军队已经毫无用武之地了 只能寄希望于做了MO手术的战士们了 一警户的伙伴们正在商量 接下来的部署 大家都主张速战速决 毕竟那些岛上被当作人质的美军 就算都死光了 对他们来说也毫无损失 悉心赶紧安抚大家淡定 政府其实早就下达过指令给一警户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好不容易人类与蟑螂处于对峙状态 他不想打破这种平衡 因此目前一警户能做的 也就是等 等孤身前往某个豪华游轮的刀妹 将大家需要的成果带回来 此时刀妹已经来到了游轮入口 他拿出请柬给试者看 试者确认了请柬的真伪后 十分热情地引着刀妹来到了游轮大厅 这艘游轮眼下是牛顿家族的大本营 所有家族有头有脸的人 齐聚于此 他们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家族会议 任命新的当家人 其实刀妹与一警户其他人不同 他们有的人是走投无路 他决定接受MO手术的 有的人是一位刑事使人 只有刀妹一个人 是埋野写着复仇 孤军奋战过来的 当时刀妹一丝不挂地 站在志迦二郎面前 毫不隐晦地询问 他是打算在这里做吗 打算从什么姿势开始 志迦二郎连连白手表示 姑娘 你误会了 小生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这次把你买过来 确实不是为了那种理由 志迦二郎买了刀妹 是想让她成为MO手术的实验对象 这种年轻又有活力的女性 志迦二郎很想亲自观察 他们接受手术以后的变化 这时草菅潮太郎从后面走上来 将西装外套披在刀妹的身上 表示二郎顶着那张猥琐的脸 所说的话 一点也不让人信服 草菅再次为刀妹解释 那所谓的人体改造手术 虽然说有一定风险 不过如果手术成功的话 她就会以战士的身份受到聘用 还可以求她战斗技巧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最好机会 但手术前 为了更好地检查 手术对象的身体 所以他们才会将人的衣服都脱掉的 可刀妹却完全不领情 她一把扯下草菅的衣服 扔在一边转身就走 草菅赶紧追上去 还想把衣服披上去 刀妹却冷冷地表示 她受不了三十岁男人的体味 可怜的草菅愣在原地 受到了心理伤害 刀妹进入了手术室 指甲二郎和草菅的事件 却胶着在了手术室门上 刀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担心 这姑娘好像有点视死如归 或者说渴望死亡了 就算她的手术成功 真的能重新振作起来 成为热血战士 为他们服务吗 恐怕刀妹连为自己 报仇的心思都没有吧 无论如何 刀妹的手术十分成功 她以编织已打MO手术者 身份清醒 在一九户学习了 格斗技巧和剑术 为了帮她振作起来 草菅一直告诉她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所以刀妹才一直坚持了下来 她一直在悄悄收集资料 如今时机成熟 她一定要与过去的自己 做个了结了 刀妹进入船上的宴会厅 有男人对刀妹的颜值 与身体垂涎 厚着眼皮上来搭讪 刀妹娇笑着拒绝了她的嗜好 要是自己是收到 某人的邀约而来的 还要找汉尼巴先生 刀妹笑着说出这个名字 手却十分诚实地 将高脚杯掰断了 听到这个名字 搭讪男也不敢拦着刀妹了 赶紧让她离去 刀妹看着自己 断裂的杯子有点尴尬 她仰头喝下杯中香槟 顺手一甩 酒杯郑重不远处的把心 不过可惜的是 这次牛顿家族的会议 正在日本 可辛肯杰森 还是因为政务繁忙 抽不开身 无法前来复会 其他家族成员百无聊赖地 等待着会议开始 一个眼睛大叔 早就看着文兰 脚好的身材不顺眼了 他表示文兰的胸部发育 太过优秀 已经脱离身体比例了 真是犹辱他们 牛顿家族的完美基因 文兰气得大声反驳 管天管地 你还管我胸部发育啊 眼睛书显然不想管这些 他倒是很想知道 现在汉尼巴 到底在哪个赌场里潇洒 他看着文兰和金姬 汉尼巴是你们的父亲吗 为啥你们不把他 带过来参加会议呢 金姬表示 父亲说他一个卸任者 来参加会议会很尴尬的 而且乔瑟夫 优秀地让他自卑 所以他还是不来为好 文兰也十分兴奋地举手表示 他也认为乔瑟夫叔叔 适合当新家主 这时 一个适者模样的少年 推门而入 问大家要不要来点饮料 大家纷纷收出了 各自喜欢的酒 可少年脸上的笑容 却突然退却 冷之脸表示 自己全都记住了 不过你们要自己去弄 大家的面色一礼 最后又恢复了谈笑风生 算了 在新家主到来之前 我们还是不喝酒了 喝点可乐润润润嗓子吧 可见虽然这些人彼此不服 却都对牛顿家的家主十分敬畏 之前的家主们都极有威望 且十分长寿 尤其是那位给家族带来了 十分高超技术的古斯塔夫 更是活得好像妖怪一样长久 并且就在大家都以为 汉尼玛要坐稳家主之位的时候 乔瑟夫从火星平安归来了 牛顿家族众人各怀心思 眼下也不知道干啥 结果就在这时候 大家突然感觉到天花板有异常 大家一起抬头看去的时候 天花板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光靠气息就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不愧是我的亲戚们呢 大家心里已经知道 这个人是谁了 不过艾洛尼还是手间的 像出身的地方扔出了一根筷子 接着就看到乔瑟夫掉这筷子 从房底上一跃而下 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身之后 准确地落到了C位 这次乔瑟夫就是以牛顿家族 新家族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随即刚才的少年逝者再次出现 表示会将大家刚才点的饮料拿上来 顺便还询问乔瑟夫要喝什么 乔瑟夫表示 自己要自来水就好 因为日本的净水能力 可是世界第一 我是黑白 下期见